次日顾飞上下比较早,他是想把PK值彻底清洗一下,晚上七点大家又要准时集体上路,路上万一再发生个PK战斗,一类的实在是有些束手束脚,还是PK值低一些比较没负担。 快步奔至通缉任务处,来到门口,顾飞已经缓缓慢下了脚步,他敏锐的直觉告诉他,周围有人在注意他。 临水城的通缉任务处,距离本地的玩家交易街很近,交易街中,摆摊的玩家因为地方不够,甚至已经延伸到了此处,导致这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。 人从中顾飞也无法辨明出到底是何人,但可以肯定对方是很刻意的。 两人迎面而过的随意撇和全神贯注的注视,两种情况的注意力绝不相同,后者才是被顾飞概括为杀器的玩意儿。 至于前者,那太微弱,而且只是瞬息之间甚至是无法捕捉。 而此时的顾飞,已然察觉有人盯着,而且这种感觉还在持续,可知对方尚不知顾飞已经发觉。 如此大胆地监视顾飞在游戏里经历得太多了,前行后的盗贼都是这么肆无忌惮的。 可惜,在人多的地方,顾飞实在无法明确地捕捉,但他却因此停下了脚步。 洋庄欣赏起了路边小摊上的商品,心中则在不住地盘算着。 来者不善,这一点是肯定的。 如果找自己是什么正常的事儿,根本不用搞什么前行监视。 看到自己后,立刻赶过来招呼就是了。 至于是什么人,这大概不难猜测。 这个主城的打劫任务都开拓到水上去了,路上还能安生得了吗? 顾飞估计,这伙人或许根本就是昨天那帮家伙贼心不死,此时又找上门来了。 在通缉任务处门口被盯上,这也应该不是巧合,对方很可能就是在这里布置了人在等自己出现。 他们料到了顾飞这一身华丽的PK纸,是肯定要来洗的。 不过,昨天自己下馅时还没有这布置,难不成这帮家伙在这里等自己上馅耐心地等了一天一夜? 真是有毅力啊!不过,现在自己也已经蹲了这么久了,怎么盯着自己的人还是刚才的那一处? 难道只打算由这一个人对付自己吗? 太藐视自己了吧,还是说,街上这个只是忘分的,真正的埋伏是在那个自己一定要去的地方,通缉任务处? 顾飞一边想着,一边回头扫了一眼通缉任务处的房门。 多么熟悉的一道门呢,和平时一样紧闭,顾飞默默地盯了两久,却不见有什么人出入。 顾飞是熟悉这道门的,如此少的玩家出入实在不正常,这更让他断定,这其中有鬼。 但正所谓一高人胆大,顾飞在确认了埋伏是在这房间内后,做好了心理准备,立刻迈步,朝那房间走去。 他倒也是很想见识一下这帮家伙还有什么手段。 来到门前,顾飞探手握住了门把,这门是左右双扇的大开门,顾飞胳膊一伸只推开了左边这扇,手也继续扶着门把,没有放开。 人也只进去了半步,右手握键横在身上,摆了个小剑绝。 无论是,无论是销,砍,批,刺,条,还是朝任何方向使用法术,都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施展开来。 算是顾飞自创的,很适合游戏的一个棋手剑士。 这半只脚刚踏进,顾飞已经感觉到了杀气凛然,尤其右手边根本不见人,却杀气最为浓烈。 顾飞当然知道这是个前行的盗贼,此时正朝自己扑来。 但对此顾飞早有准备,左脚踏实后,还在屋外的右脚立刻一拨,右边那半扇门立刻也被推了进来。 这门甚是灵活,这一开的敏捷起码有五百以上,那冲过来的盗贼根本未料几次。 啪一声,被门板呼个正着。 只留下一声,哎呦! 右边都有埋伏,左边又怎么会勺? 顾飞右脚勾了门过来,左手也没闲着,左胳膊一伸,这门就直朝墙贴去了。 这边的家伙大概看到这边门开,正想绕出来攻击,没想到顾飞开门开得这么过分,直接开了一百八十度,一声哎呦后,跟着门一起贴墙上去了。 当然,这也不过是暂时的,如果换个大力战士来,或许可以把人就这么死按在门后。 顾飞是有自知之明的,根本没做这种尝试,推了人一门板后,就把门迅速又拉了回来,护在了自己左边。 右手边横着暗夜流光剑,笑咪咪道。 怎么这么热闹啊? 屋里人着实不少,个个还在洋装排队领任务。 殊不知,顾飞在门外,早已观察良久。 半天没见人出来,系统的任务发布,又不是火车站的卖票窗口,还要等到了点儿才发布。 这么久没见人出来,一进来,一堆人排队,这太说明问题了。 顾飞说完话后,屋里一片安静,只听得支一声,又半扇门,没人扶着,自行又关了回去。 门后一个盗贼捂着鼻子,凶巴巴地瞪着顾飞。 没事吧?顾飞问,不知道这门有没有攻击力,你生命下降了吗? 呀!盗贼一声吼,双手握着匕首,就要朝顾飞重来,紧接着就又是一声砰。 右边的门板进进出出,忽闪忽闪的,顾飞连连摇头。 不长进哪,不长进,同样的门,你可以撞两次,这次施主伤害是多少了吗? 这时,左边的盗贼已从门后绕去,拿着匕首捅来,不想顾飞身子朝后一缩,连带着把左半扇门带回了四十五度。 那盗贼一刀捅到了门上,顾飞跟着,又是一推,又是一声砰。 左边盗贼也捂着鼻子,退下了。 看,这门是活动的。 顾飞呼啦呼啦推了两下,像在拉风箱,俩盗贼差点没哭出来。 摸走什么,动手! 那帮家伙终于不再假装排队了,放出狠话后,一帮虎狼之师当即出手。 法术、弓箭、冲锋、策马流星,连牧师的圣光球都有,所有人一起朝着顾飞轰炸,结果顾飞朝后退了半步,轻轻地把门给拉上了。 剧烈的震动从顾飞握着门巴的手上传来。 可以想象,这门受到了多大的攻击,但它却丝毫未损,门后的顾飞更是没有受到一丁点的伤害。 这等掩体防御之强悍,让游戏中所有的极品装备都漠然失色。 顾飞松开房门跳下台阶,反手一挥,一道电流墙壁,已经紧贴着墙壁,集结完毕。 与此同时,房门已被那帮怒气冲冲的埋伏者给拉开。 顾飞一瞅,一左一右,正是刚才那两个盗贼。 二人一起像是要展翅飞翔一样,准备跳出门外,结果呲啦一声,就镶在了电流墙壁上。 点光霍霍,不住地哆嗦,左边这位连手里的匕首都拿捏不住掉到了地上。 顾飞连连摇头,今天是该找这两个倒霉,真是怎么躲,也躲不掉啊。 一边想着,顾飞已经转身跑去了。 从一开始,他就没打算要和对方在房间里大打出手。 房间内空间有限,随便几个法师的法术就可以全范围地笼罩,那种情况下身手再好,也无处躲避。 顾飞推门一望,就是想看,如果有何时机会的话,领上一个任务就跑路。 虽然门口左右两个盗贼被顾飞戏弄得很惨,但对方在房间内布置得很周密。 这从他们人手的站位上就可以看出,所以顾飞没有进行过多的纠缠,稍稍挑衅了一下后便扬长而去。 待电流墙壁的时间效果消失,顾飞早在一个街角转弯后,不知去向。 不能做通缉任务,顾飞发现自己立刻不知道干什么好。 打怪练练级,似乎只能如此了,顾飞想着,拉了身边一玩家,打听临水城五十级练级区的所在。 五十级?那玩家很是诧异地望着顾飞,顺便还偷摸,甩了顾飞一个鉴定术。 目前来说,能越级打怪的都是很强的团队,单练的玩家顶多是越个三五级,眼前这家伙孤身一人张口就问五十级这是个什么概念。 这人心里啊,很八卦,嘴上却没说什么,只是看了看时间后说,五十级练级区的船可能已经开了,得一个小时后才有。 去练级区?要坐船呢?顾飞张大了嘴,顾飞一开口就问练级区在哪儿这么出奇的问题,这玩家已经估摸着他是外城来的。 此时这话一出,更是再无怀疑,耐心道,没看到我们临水城四面都是水吗?练级区都是水面上的小岛,固定时间在码头有船去往各练级区,所以在临水城练级可要掌握好时间哦。 这么麻烦啊?顾飞嘟呢?玩家就没自己想想办法? 开始好像听说有人自己坐船来着,但经常会被偷或被人弄坏,没办法,那玩意儿不能装口袋呀。 其实啊,每个练级区每小时都有船,只要注意卡一下时间也没什么麻烦的,习惯就好了,所以慢慢也就没人弄船了。 哦,顾飞算是了解了一下临水城的风土人情,和这位到了个别后,顾飞就朝码头去了。 去不了五十级的练级区,就看看有没有去其他等级的,反正有船也用不着自己找了。 顾飞想着,忽然觉得,雨天神明在这个地方生活的话,其实非常不错,出了门不用自己巡路,自有船把你送到准确合适的练级区,完了,又有船接回。 对于一个路痴来说,这实在是太便利了。